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我想发生的被皮肤探剧 牛 羊等食草动物为主要传染源 人类主要通过接触探剧病处毛皮和食肉而感染 也可以通过吸入探尿探剧牙包的粉尘或气溶胶而感染 我省市自然一元地 探剧病例是要发生 且多位散发病例 当前摸手气候潮湿 高温 多雨 是以探剧牙包生长 一出现探剧疫情 截止8月9日18时 全省共报告人感染皮肤探剧14例 病例最多10位2010年38例 今年疫情于20162017年基本时平 14名病患中一人已继续出院 10人在哈尔滨市治疗 两人在加募司市治疗 一人在基西市治疗 目前患者病情平稳病区好 后继治疗和病原检测 等各项工作正有事推进 疫情发生后 我为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 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科学的防控措施 主要是 一是科学研判 迅速部署 即是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抬治防治工作的通知 全面指导部署全省探剧防控工作 开展疫情流条 目睛传染源 控制传播途径 制定防控措施 做好探剧防控工作 二是加强监测 掌握动态 根据探剧的流行特点 指导各地加强对重点人群 重点地区的疫情监测 将有接触时 有临床症状的病人和从事畜牧养殖 去产品加工及运输等级业人群作为重点 及时发现可疑情况 果断採取防控措施 三是部门配合 联防联控 加强与序幕部门的沟通协调 并且关注牛 马 羊等发病状态 出现出间可疑情况 及时采取再杀 焚伤 深埋 相夺等措施 并做好从处到人的防控工作 加强与公安部门的沟通协调 及时掌握接触病死牲畜或肉类的密切接触者 必要时采取措施 对密切接触者 持续医学观察 次是宣传引导 关注于情 加强探剧预防和卫生防病知识宣传 让群众认识到探剧的危害性及可防 可置性 并自觉做到不屠宰 不包食 不销售探剧感染的动物 引导媒体科学 客观的报道 做好舆情监测 避免引起百姓恐慌 保持社会稳定 无需科学处置 及时医治 各地加强疫情研判 监测报告和依法科学处置 省级派出专家族指导各地开展探 知防控工作 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现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及时送往当地或省级传染病房志愿治疗 观察病情动态 妥善进行医治 使患者尽早痊愈 目前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下一步 我伟将根据疫情发展变化 继续加大防控和治疗力度 确保疫情不扩散 患者得到及时治疗 一是继续加强联防联控 根据传染病方式法 落实好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职责 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工作机制 密切与序幕 公安等部门配合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及时有效应对 二是继续加强疫情监测与报告 进一步强化症状监测 重点人群监测 将有接触时 有临床症状的病人及早发现 及早控制 及早治疗 要求各地对同事畜牧养殖 去产品加工及月输等职业 得高危人群作为监管重点 发现疫情机制报告 三是加强培训和应急训练 举办全省探区防控技能 培训班 并请专家继续对全省探区防控 专业人员和医务人员 进行一次系统 得探区防控知识培训 提高防控技能和诊断能力 加强实验室检验检测和应急训练 提升磨损探区防控快速反应能力 坚决遏制探区疫情蔓延趋势 四是继续做好医疗救治 加强入院患者的治疗 对上位痊愈的皮肤探区患者 妥善一致 使其紧到痊愈 人员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 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福尔利 Prof Copred 启för 本楼